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4年8月1日,星期四 这个视频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关于中国这个户籍改革 中国呢,长期以来实行了一个户口管理制度 这一定程度上呢,是对中国人这个迁移的一个重大的限制 基本上呢,你出生在哪里呢,你就是哪里人了 那么你呢,就不能说啊,喜欢哪一个城市啊 就成为哪一个城市的市民啊 那么随着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的不断进入啊 还有中国的发展啊 取消这个户口限制的这个事情呢 这个呼声呢,是越来越大啊 而且呢,随着人口的减少啊 很多城市呢,都在争夺人才啊 那么有一些城市呢,就相对来说啊 就取消了这个户口限制 也就是说呢,外来人口可以啊 一定程度上自由的到这个城市来落户啊 现在呢,这件事情啊 已经由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啊 这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了 那么我今天呢,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中国国务院所出台的这个五年行动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啊,有四项啊,重大行动 19项重点任务以及有关的政策措施啊 那么国务院呢,就公布在这个官方网站上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四项重大行动呢 第一项就是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行动啊 就不再说啊,你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 你就是农民的这么一个传统的政策了 那么这里面呢,都包括哪一些任务呢 包括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 保障随签子女在流入地受教育权利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中国呢,其实长期以来呢 那些农民工,他们可以在很多的城市工作啊 包括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对吧 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啊 现在呢,国务院出台了这个五年计划以后呢 就要改变这种状况了 就是呢,这农民啊,你到什么地方去啊 这个什么地方就要保障随千子女 在流入地的受教育的权利了啊 然后呢,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多元化住房保障体系 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啊 这是第一项行动 那么第二项重大行动呢 就是实施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行动 这里面呢,又包括四项任务啊 第一项呢,就是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第二项促进产业园区提及扩能 第三项是强化产业发展人才支撑 第四项是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那么第三项行动呢 是实施现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 这里面呢,又包括四项任务了 提升城际通勤效率 强化产业丰工协作 加快市场一体化建设 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然后第四项行动呢 是实施城市更新和安全任性提升行动 这里面呢,就包括五项任务啊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城中村改造 第三项任务是加强城市洪道治理 第四项实施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 推进绿色智慧城市的建设 以上呢,就是四项行动 以及19项任务的一个大概啊 脉络一个框架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项行动计划 这恐怕是呢,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啊 就是实行新一轮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行动 其中的六项重点任务 我们来看一下啊 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 那么首先呢,发展方向啊 就是以进城农民工及其随签家属为重点 兼顾城市间的流动人口 进一步拓宽城镇落户渠道 努力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 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 住房保障 随签子女义务教育等 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 逐步使未落户常住人口 享有均等化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 加快融入城市 就说呢,这个农业人口啊 这农民到了这个城市以后呢 和当地的城市的市民是完全同样的待遇啊 那么这其中呢 就有六项重点任务 具体内容呢 是这样的啊 第一项 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怎么改革呢 放开放宽 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 推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啊 就是你经常住在哪儿 那么哪儿就是你的户口所在地 你就去登记啊 这两人就基本上和加拿大就一样了 但是就除了个别的超大城市啊 这个别超大城市是哪一些城市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里面呢就分了三档啊 全面落实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下城市取消落户限制要求 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到500万城市落户条件 完善城区常住人口 500万以上特大超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 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城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以下的这些城市 是指城区啊 不是说它的郊区全算在内啊 这样一来呢 可能就包括了好多的城市 对吧 300万以下的这些呢 就取消了落户限制的要求 你随便去 取消了 完全取消了 然后呢 是放宽了啊 那些个城区常住人口 在300万到500万之间的落户条件 然后呢 第三类啊 就是城区常住人口 在500万以上的那些超大特大城市啊 他们是实行这种积分落户的政策 那么以前的时候呢 实行积分落户的政策 他可能会说 我一年我吸收多少 现在呢 就改了 改成呢 只要我积分够了 然后呢 你就允许落户 取消那个名额限制 然后呢 是各城市要因地制宜 制定具体的落户办法 促进在城镇 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 举家进城落户 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 履行同等的义务 完善全国公开统一的户籍管理政务服务平台 提高户籍登记迁移便利度 这样一来呢 如果哈 你能进向北京啊 我们就知道哈 北京 他高考的时候呢 分数线啊 就比较低 对吧 如果你能进北京的话呢 那你就 相对来说 你同样的分数啊 你就能进入更好的学校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呢 他之所以说分数低啊 是因为他大学资源多 相对来说呢 考生少 所以呢 他的分数低 但是如果是考生的人数啊 增多了 然后竞争激烈了 那这分数必然会上去 相反呢 原来那些分数高的省份 如果说哈 人们离开了那个省份的话 那么他的分数就会降低 对不对 那么还有的呢 就是啊 有一些这个低广人稀的地方 或者少数民族的地方 比如新疆 对吧 他们的分数呢 就很低 他们很低的分数 就能去北大啊 如果有些人呢 或者是纯为了子女啊 你搬到新疆去住 或者说呢 家长啊 比较有能力啊 到这个新疆去啊 发展自己的事业 然后把子女带到新疆去呢 那么高考的分数 是不是也低了呀 他是这样 给了人们呢 很大的灵活性 对不对 然后第二项任务是 健全常住地提供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啊 那么这个具体来说呢 就是把握人口流动的 客观规律啊 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 各地区在动态调整 基本公共服务配套标准的时候 要增加常住人口可享有的 基本公共服务项目 按照常住人口规模优化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 推荐居住证与身份证功能衔接 健全以公民身份号码为标识 与居住年限相挂钩的 非户籍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稳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 由常住地供给覆盖全部常住人口 第三项呢就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 在城镇稳定就业 完善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 知识体系 实施制造业技能根基工程 重点支持制造业龙头企业 职业院校 扩号含技工院校 面向社会提供培训服务 稳定职业院校 面向农业转移人口招生规模 以智能制造等新型产业和家政服务等 用工紧缺行业需求为牵引 实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 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制 提高技能人才待遇 推进就业服务成住人口全覆盖 加强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 第四 保障随牵子女在流入地受教育的权利 以公办学校为主 将随牵子女纳入流入地义务教育保障范围 加大公办学校学位供给力度 持续提高随牵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 加快将随牵子女纳入流入地中等职业教育 普贵性学前教育保障范围 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 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 依据常住人口规模变化动态调整 统筹优化各地教师等人员力量 第五 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多元化住房保障体系 鼓励有条件的城市 主要将稳定就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政策范围 加大农业转移人口经济可承受的小户型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积极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支持采取多种措施 通过市场化方式满足农业转移人口住房需求 逐步使租购住房群体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权利 在具备条件的城市推进保障性的住房建设 第六是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 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 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 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 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按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 全面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增加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数量 深入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社会救助范围 为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提供兜底保障 那你看啊现在呢实行了这个五年计划以后呢 将来就不再具有什么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区别了 不过呢这样一来啊我可以预言啊 将来呢不是说啊大家都想变成城市人 有可能大家想变成农村人啊 想变成农村人能行吗 这是农民城市化啊 农民变成城市人啊 没有这个城市人变成农村人的这种政策啊 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政策出来呢 也就是说啊要成为农村人 你必须得出生是农村人 你才是农村人啊 假如说呢谁已经是成了城市人了 那么你就不再是农村的人了 应该是这么说吧 反向不成立 好我这个视频呢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